一管剥尿酸 一针敬美丽 一针敬资本 成本才二三十块卖出去的价格呢 却高达几千几万块 这一笔好生意比茅台还赚钱 不禁让人想问 凭什么 这背后不得不提一位来自山东的女首富 赵燕 在北京城 从东长安街威俄耸立的华夏银行大厦 到国贸灯火璀璨的SK大厦都出自她的手笔 赵燕呢曾经站在楼顶 看着脚下车水马龙 心里只有两个问题 做生意的有了钱应该干什么 女人有了钱应该干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资本会回答她 遥想1989年 赵燕才不过23岁 捧着大学助教的铁饭碗 听着海南成立特区 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消息 年轻的心躁动不安 拉上三个朋友 凑了五千块钱 南下淘金了 当时的万元户还是稀有动物 可四个人却定了一个小目标 每个人要赚两百万 听起来很难吗 说难也不难 有一个工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 这仓库里放着800台电冰箱 因为故障没法启动 就成了没人管的废品 赵燕和朋友们偏偏从废品里发现了商机 他们和工厂的负责人说 你把冰箱交给我 我帮你卖出去 然后再找到信用社 说我有一批冰箱压在你这儿 你给我贷款4万块钱 拿到了这笔钱 请来几位技术专家修好了这批冰箱 很快销售一空 仅这一票 四位年轻人就赚了80万 第一桶金又撬动了更大的生意 适逢海南地产雄起 他们用这笔钱开服装厂买地皮 很快 每个人挣到的钱都应该是超过了200万 挣钱的小目标达成了 那么接下来怎么选呢 赵燕的三个小伙伴 有的人想回上海 有的人想出国 各自分走200万之后 大家都分到扬镳了 赵燕选择留了下来 最后分给她的是三块没有交完款的土地 一个服装厂和一套房 还有不到18万的现金 这一转脸啊 厂里的财务还把她给坑了 不仅18万败了个精光 赵燕还道歉别人一大笔钱 赵燕是欲哭无泪啊 但没想到 危机却成了转机 而拯救她的恰恰是时代的疯狂 1992年海南地价飙升 比现在的比特币还夸张 潘石一逢轮等金圈的地产大佬 都纷纷的进场吃肉 赵燕一夜之间财务自由了 可她却找不到安全感 土地一买一卖 挣钱确实是快 但并没有创造任何价值 赵燕认为 这种疯狂不可能持续 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 赵燕把厂房地坯全部都脱了手 拿到手的现金 还能够撬动更大的生意吗 皇城脚下再向她招手 赵燕单枪匹马 进了金 金圈深不可测 别人有关系手眼通天 可赵燕没有啊 不过没关系 赵燕有钱 她能砸出一架登云梯 她几次兵行显招 很多高价的核心地段 她用翻一倍的价格 拿下盖了楼 再翻一倍卖出去 别的地产商惊叹 这地儿也太贵了 赵燕却说 这地儿卖一块 可就少一块了 当时奥运项目的 武科松体育馆 根本没有明星 愿意来开演唱会 门可落去 赵燕就问手下 现在谁最红啊 手下回答她说 美国的毕扬斯 她就当即决定 花3500万包机 请来毕扬斯来开演唱会 再把最好的位置的包厢门票 给当红的明星送去 就这样赵燕打开了局面 站稳了脚跟 说完赵燕的发家史 让她事业腾飞的玻尿酸 就正式登场了 赵燕虽然是学生物出身 但是她压根不懂技术 2001年在北大ENBA班上 赵燕遇到了一个人 他叫郭学平 这位同学呢 自称怀有屠龙之计 能够从牛眼睛里 提取一种透明物质 玻尿酸 正在找有缘的金主 于是呢 赵燕就去了她的公司 公司名字叫福瑞达 韩镇的工厂 两间租来的办公室 郭学平呢 给赵燕讲了一堆 玻尿酸的生物原理 听得赵燕是昏昏欲睡 但猛然间一句话进行了她 一个透明质酸分子 能够锁住1000个水分子 好莱坞女明星 都用她来保持容颜 一个女人 为了保住青春 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撬动的市场就有多大 于是呢 一场堪比好莱坞电影的 暴力美学资本局 就此上演了 赵燕大刀扩服改革 先是花了45万 一次性的买断了 玻尿酸的初始技术 然后呢砸下重金 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为华西福瑞达改头换面 最后呢 又用了两个亿 成立了研发中心 扩建厂房 技术就位之后 资本就开始上场表演了 赵燕用两次关键性的上市 完成了眼花缭乱的股权模式 华西境外公司 开曼华西 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 不断的收购福瑞达手里的股份 2008年 华西在香港上市 赵燕此时呢 已经是间接持有 山东福瑞达 91.5%的持股量 山东福瑞达 就是华西生物的前身 华西顺利登陆科创版 市值比起 港股时代扩大10倍 而54岁的赵燕 凭借340亿元 身家入选 2020胡润全球 白手起家 女富豪榜 20年苦心经营 全球每卖出10支玻尿酸 就有3支是华西的 华西号称是全球最大的 玻尿酸生产和销售企业 作为上游的龙头老大 掌握生杀大权 成本却不过2-30块 出厂加价到2-300块 毛利率水平超过90% 每一针都散发着茅台的倾向 上游巨头随时能够切断 别人的玻尿酸命脉 谁敢不从啊 这下游的经销商 医美机构 就不得不把收入大头 拿去做营销拉客 家价最狠 但花的也多 最后注射到你脸上 价格已经是高达上千 或者是上万元 电梯里女明星 某红书上的博主 医美APP上的专家 一通颜值焦虑轰炸 为了所谓的少女感 你最终会选择来一针 可这一针玻尿酸 也只能顶一年半年的 于是你这辈子 都要为玻尿酸提供 金钱的供养 你说 这是不是一笔好生意呢 从地产商到玻尿酸女王 女商人赵燕 准确地踩住了 中国发展的每一个节点 站在台上的她 正在发布一款 玻尿酸零食 正式的进军食品行业 华西生物随即涨破千亿 她年过半百 扎着两条辫子笑容灿烂 脸上肌肤光滑如玉 在最容易暴露 女人年龄的脖子上 更是一丝皱纹都没有 关注小妖人物智 知性理性 更懂人性